我们平常用的纸张随手可得 而且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 但是你们有想过它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吗 听说来到这里非常的特别 可以从零到一完整的体验 是从砍树开始到一片纸张的完成 完整的可以体验到也太特别了吧 但是这里的地方不好找 这个三叉路口要好好的找一下咯 那我们现在迫迫及待 赶快进去看一下吧 有人在吗 嘿 是哪位 哈喽 哈喽 你好 想请教你们一下 是 你好 听说这边可以体验纸张 从无到有的神奇造纸过程对不对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边会叫做纸农书院啊 我们这取名以为是因为 我们想要利用农作废弃物的纤维 然后来做纸 所以我们用纸农 这样子 那书院的话是因为我们觉得 每一个人就像是一本书一样 他有很多的 他这一生的一些经历 就这样 所以简单书院就很像 这名字好特别好好听哦 那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来体验 无这个过程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可以 来 来 我们这边 来 先走 走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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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有 有 到一点 我们透过这个整个活动的设计 从无到有这个过程 你就让这个参与的人慢慢可以体验说 哦 原来我们要成就一件事情了 还是要从一个很基础的 一个很简单的步骤开始 对 才有办法 而且你会发现 我们经过这样子的安排的时候 你每一个细节 你在体验的时候 它不是准备好的 对 而是你要去 什么都要自己来 对 真的是从无到有 对 当你自己花了力气 花了精神 而且你要很注意的时候 这样子的体验 它会是一种比较深层的 刚刚啊 我们做完的这个纸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做灯笼 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想要让客人来体验这个灯笼啊 你看哦 我们刚刚不是在环境里面 有看到我们桃米很多什么 竹子 对 很多竹子 那桃米呢 在这个921之前呢 那很多的产业其实很多都是 这个以笋 采笋 嗯 那我们在两三年前进到普里的时候 我听到桃米的时候就发现 大部分的居民是用采竹笼 但这个竹子没有用 就没有人理他 对 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做的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纸跟竹来做结合 对那我们现在开发出的这个纸竹提灯呢 就希望说把我们手工的纸做好之后 可以 好 符上这个我们的提灯上 最后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纸农书院 它的未来发展愿景是什么吗 嗯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在一个小的村落里面 就像这样一个桃米的一个生态村 嗯 我们就扮演好我们就是可以做的协助的角色 就像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我们桃米就是一个生态社区 那这生态社区里面我们就希望说 这个按照事实的这个变化过程当中 有一些什么样的农作的废弃物可以再被利用 那我们就把这些 呃 废弃在利用的东西做成我们像我们这样一个 呃 可以来体验或认识或带回家的一些使用物品 我们对于未来想法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呃 这类型的朋友 能够进到我们这个桃米里来 桃米社区来 然后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让 让这个村子显得更热闹 那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到埔里的桃米里 体验这个子农书院的子文化啦 这边真的很棒可以让你体验纸张从无到有自己制作哦 大家一定要赶快来体验这边的子工艺文化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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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